今天我们会用Lac d'Ascobreros de Flores de Mons 来准备一个布丁 奶酪布丁与正常布丁的做法一样 我们只不过是要加山羊奶酪 我们需要6个鸡蛋 6勺白糖牛奶300毫升 我们的山羊奶酪和一点液体糖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食谱 大家都能在家里做 我们只需要一件搅拌机 压力锅和一些布丁木 你们看我们随时都能把它准备好 在冰箱里放一会儿 然后就可以吃到香甜软糯的布丁 我们需要一个大容器 来搅拌我们的材料 我们的鸡蛋就在里面 再加上我们的白糖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不带那么多卡洛利的食谱 就可以用黑糖 不过最好用糖味剂 我们继续加材料 我们的牛奶 鸡蛋的奶酪 好了 现在只需要搅拌材料 现在 Dani 帮我加上电 Vicky 怎么样 电线放在一边 这样不打扰你 好的 我们这样按一下 把它打开 现在你有三个电线可以用 很好用的 干完了再叫我过来 好的 现在我们用搅拌机来搅拌一下材料 最好慢慢做 不然会有很多气泡 搅拌完了就放在一边 让它们静置一会儿 这样气泡就会更少 布丁也会更好 现在 我们在布丁木底下加糖 我有这些木具 不过也可以用一个大木具 我们的材料够做六个布丁 糖必须好好的分在整个底下 这样布丁会盖满糖 我们的材料已经静置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倒进木里 我们慢慢倒 这样剩下的气泡会飘在上面 而不会卡在中间 好的 现在我们的布丁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要水浴我们的布丁 我们会用高压锅来做 用两指生的水就够了 我们用铝箔盖上布丁木 用一个发胶 稳住铝箔 让水不要掉进木里 水浴大概五分钟 用高压锅最快 但是有些人没有高压锅 甚至有人害怕高压锅 你们也可以用烤箱 用烤箱的话 你们要在一个碟加水 把布丁木放在里面烤三十四十分钟 直到你们看见布丁凝结起来了 现在我们来水浴我们的布丁 我需要开火 还是请Estella帮忙 这机器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说一说 你需要我怎么帮你 我需要开火 这个吗 是的 这个很容易 不能再简单了 这个按钮开火 懂吗 这火是这个 我们选它 温度应该多高 最高 我们就用手指点一下 正好 好的 谢谢 一旦我们的锅变冷后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等它变冷 再立刻把它拿出布丁木 现在我们就把布丁装饰装饰的好看一点 装饰食物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用的碟子 我用的是我妈妈结婚的那天送的碟子 你们看多漂亮 而且我很喜欢用这个碟子 为了装饰 我这次会用覆盆子 香草 和一些用液体糖做的画 这些画很容易做 在一个平底锅里放液体糖 然后在烤箱纸上用一个勺子 开始画画 会做到一些有意思的糖画 来装饰你的布丁 我们放覆盆子 香草 中间的最漂亮 然后我们来看哪幅画最好看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好 对不对 我觉得很好看 你们知道吗 原来山羊奶酪比牛奶做的奶酪更容易消化 所以这是做晚餐点心最好的材料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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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